透过国际的参访、交流以提升学生的国际事业 新北市教育局就特别举办新北领先全国规划多元的国际技职教育活动 教育局表示,今年活动是采用征选的方式来进行 希望能够扩大和补齐推动技职教育国际化来打造世界级的顶尖能才 由新北市教育局副局长刘明超、西手、瑞芳、高工等师生 共同开箱新北国际技职试探航线的课程 正式向外界宣告新北领先全台规划多元的国际技职教育活动全面启动 而报名参加学校也向与会人士进行简报说明 首先我们会去市议会跟议长见面 再来我们会进入市政厅、拜会他们的市长跟教育官员 实际的体验德国当地的生活 今年部分我们重要是要宣示有两个区块 一个是我们想要向下延伸到国中学生的一个技职国际化的一个职业试探 我们也期待说在国中的部分 他除了有自己的一个职业试探以外 他还能够有机会到国外实际去看去参访 活动采用征选方式进行 刘明超说明资格不限竞赛获奖的学生 只要符合年龄及就读科系等规定资格条件即可报名参加 希望扩大普及推动技职教育国际化打造世界顶尖人才 我们也不限任何资格跟年龄 只要是就读在我们新北市的工资历的一个技职学校 他就可以来报名 这是我们今年最重要的一个规划 那未来我们也期待说 我们所有室内的学生都有机会 让他们到国外去做一个采访 能够倾存他们的国际视野 新北市发布全台首部新北No.1技职6.0技职教育政策白皮书 以四年八亿元翻倍投资技职教育 主要目的就是为技职学校提升国际视野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报道